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DEST的你财商成长频道 最主要就是你要了解现金流的情况 能够良好的平衡自己的收入情况 是帮助自己审计财务状况的正确方式 根据自己的收入情况来做预算 并坚定的按照预算来进行支出 是提高你的财务健康程度的第一步 你的预算是你如何支出自己收入的一份计划 把自己的注意力关注在重要和必要的开支上 能够更快的帮助你改善自己的财务状况和机会成本 在这里也建议大家放弃一些昂贵的爱好 比如说很多就是你昂贵的爱好 你可能是消费不起 但是你还是想尝试试试 但是这个是有代价的 就像有一些人花了很多凶卡 但这个卡债呢用完了之后你是要慢慢去还的 你可能花的时候一天你就能花个几万几十万 但是你还的时候你可能要一年五年或者十年 就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过程你会很痛苦的 所以建议大家生活其实不要看表面 表面是看不出来什么样的 一些就是在中国来讲吧 一些很有钱的人如果你在深圳大街上看 很有钱的人可能穿的很破去脱个拖鞋穿的也很破 你也看不出来怎么样 人家就是有钱是吧 银行存款几百万的也是很正常 但是有一些人你看着穿着很好 什么吃穿住行全都是好的 但是他没有现金流 他没有存款 其实这种只是一种表面的光鲜亮丽 就是大家不要去追随 那么这种情况可能就是你生活在中国的话 你就会有这种想法就是谁谁谁都用名牌 某某某都用什么什么什么牌子的 然后就是可能会去追随一些这些光鲜亮丽的东西吧 但是在美国来讲呢 如果你在美国生活的话 不管你就是生活怎么样 不管你是穿什么 你住什么 还是说你每个月赚多少钱 你有没有房子 你开什么样的车 好像没有人会笑话你 就是大家都很平衡的自己过自己的日子 他也不会笑话任何人 可能就是你穷他也不会看不起你 所以说你就过得很踏实 这个就是看你自己的这个想法 其实我也是以前也会有这种想法 我就是买衣服 那我也想买个几千块钱的 比如说我买个眼镜 我也买过几千块钱的 都是从这个时代过来的 因为在中国可能就是 就是感觉我要面子 要面子 但是你兜得很干净 但是我现在生活在美国的话 我觉得没有注重那些外表了 然后特别是有家庭的时候 可能你的想法就会变了 就是想着还是要节省一点 需要给自己的未来做一些打算 你不能总是想着 我今天开心了 我今天想咋样我就咋样 今天的这个开心 你是要付出代价的 那你今天花钱 你就是随便刷刷刷刷 那你刷完了 你是要还的 而且你今天给自己打造了一个资产 那你在未来五年十年 或者是三十年以后 它还能给你带来收益的话 那这个就是你做的一个 正向现金流的决定 所以我建议大家就是 其实现在来讲赚钱很辛苦了 一个普通的就是低薪家庭 赚钱很辛苦 这个时候你就要把你的钱拿去买资产 然后让它增值 慢慢慢慢的累积 把你的本金变大 你才会有机会脱离贫穷 千万不要想说 哎呀我家庭这个祖祖代代 这这么多倍 他们都没有钱 好像都没付过 到我这一代我得跟他们一样 这个是错误的想法 很多人可能一个家庭 家族里面都是一些普通的家庭 但是你可以有自己的选择 你可以活出自己喜欢的样子 你就是帮助你最大的那个人 也能给你带来正能量最多的一个人 最能帮助的人就是你自己 给自己的一个方向 和一个正确的长期规划吧 而并不是说我跟谁谁谁谁在一起 我身边的朋友嘎嘎厉害 但是你有需要的时候 人家得愿意帮你 对吧 人家也不欠你的 有一句话说的好 帮你是情分 不帮是本分 所以你什么事情还是得靠自己 还有就是说有一些人就是从小的时候 可能越穷又苦 他长大了出来 他富有的想法就会越强烈 因为他想他小的时候特别特别苦 可能有的小孩15岁开始就做工 我都遇到过身边有这样的人 但是他的想法就是 他要把他的小孩变成富二代 虽然他是穷二代 但是他的小孩变成富二代 那有没有办法 就是有没有实现呢 有这就是每个人的思想不同 理念不同 追求不同 目标也不同 还有一点就是 而现在网络其实是很火的 有一些实体经济也不太好 会受到影响的一些 其实未来发展好的 还是网络上比较容易一点 所以呢 就是说你到了什么阶段呢 你就得适应什么年代的这个文化 你不能说我总是活在十年前 怎么怎么样 我十年前做生意 我一天卖多少多少钱是吧 那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呀 还有就是工作这个事情 你不要说总是我有一个多好多好的工作 或者我这工作非常稳定 或者我就是靠着我这工资 怎么怎么样 但你有没有想过 你可能十年以后 二十年以后 或者是多久以后 机器人都出来了 工作量都减少了 用不了那些打工的人了 当时AI一出来一做好了 AI做成了 等会儿那好多人失业了是吧 你那个时候你再去想 我要打造我的被动收入 我要建立我的这个资金的基础 还是越早越好 不要说想着我遇到这个情况的时候 我再去做 你要给自己提前做个预防准备 打个预防针 就像你生病了 你才想着去看病 在你生病之前 你就应该多做身体检查呀 就是哪一个方面不好 你就应该去注意呀 是吧 你就应该照顾好你的身体 照顾好你的身体 就是节省你最大的本钱 健康就是最大的财富 你有了健康的话 你就可以去慢慢的去做你想做的事情 在这里 我很想给一些老年人一句忠告啊 就是可能有一些家庭觉得条件不是很好 就是舍不得吃 穿咱就不说了 但是吃这方面跟健康是有关系的 我建议大家还是要营养均衡 营养平衡 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最重要你说你都年龄大了 你还不吃 那你啥时候能享福啊 我说的这些是针对一些说家庭比较贫困的 可能条件不太好的一些家庭 中国会有一些就是老年人会有这种想法 从肚子里攒钱 在美国来讲 就是我见过的家庭里面 他们在吃的方面是不缺的 福利也不一样 还有就是我想给年轻人一些建议啊 就是你买东西的时候你要看一下想一下这个是你想要的还是你需要的 如果是你需要的话呢你就可以买 但如果是想要的话呢你就看它能给你带来多少价值 就是你买回来是增值还是贬值的 就是咋说呢以前我买东西我是不会想这些也不会想到这些更长远的就是生活方向感吧 我要是淘宝上买东西可能我一天花个一千多块钱 就是都不用想直接就收支一点就买了嘛你想买啥就买啥嘛 自从有了家庭以后我花的每一块钱我都会想一下这个是我想要的还是我需要的 特别是我怀孕以后有了宝宝之后我觉得就是改变了不少 所以就是为什么说没有积蓄呢就是因为以前的时候可能也这里不知道节省吧 就是这里花几万那里花几万那你将一起来也不少了是吧 现在的话就是可能要从小的细节方面开始节省 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就是一定要为自己的未来提早做打算 为自己的退休计划做打算为自己的财富增长做打算 为自己的未来的十年二十年一个长期规划做一个正向的财务规划 这样子的话你以后退休的时候你会过得很踏实很舒服 每个人的年龄活的年龄越来越长了 你要是活到一百岁的话你活到年龄越大 你自己没有钱的时候你就觉得你压力越大 所以你要一定要给自己做一个打算 第一点就是不给你自己的未来子孙后代增加负担 你也不要去过多的干涉就是你小孩的生活 因为每个人长大都有自己的生活 他就是自己过得开心 还有他自己想做的事情 就是要为自己而活 不要总是活在别人的世界里 无论是谁 因为你自己才能给你自己带来幸福感 你靠别人的话是不行的 不可以依赖任何人 也不可以依赖你的小孩 而且在美国的话 美国是比较独立的 就是可能小孩结婚他也不会给你增加负担 然后老人的话就是自己生活自己的 也不会给小孩增加负担 像我跟我老公我们结婚一样 我们是自己承担的一些所有所有全部的这些费用和这些事情都是自己去承担 那为什么呢 因为在美国其实就是这样的 可能很多家庭都是小孩结婚也不想给父母增加负担 然后父母呢年龄大了也不想给小孩增加负担 他们就会把自己的生活照顾好 各自都过得很安心很踏实 就是互相尊重吧 而且年轻人的话也是靠自己生活嘛 也很独立的 确实一样的道理 培养记账的习惯 一定要开始记账 就是你记账了之后你才知道你花的钱花到哪里去了 哪一笔是浪费的 哪一笔是正常的消费 如果你不记账的话你也不知道是吧 第一点就是要整理你的支付卡 你的支付卡的话 比如说你用一个专门的卡去支付一些固定的消费呀 所以你一找账单的话你就知道 我这个卡上所有的账单都是我的消费记录 那我就能知道我买的什么东西 花了多少钱 这个东西是浪费的还是消费的 就是把它固定在一张卡上 剩下其他的卡的 你就是在别的有需要的事情上 选择相应的卡支付就是一目了然了 你就自己一看一眼就能看到底 第三点就是开圆节流 开圆节流就是你开圆的话 你要跟兴趣爱好结合 你做这个事情你很喜欢 而不是说我做这个事情 我像上下班一样我就耗时间 不是的 这个事情你做着开心做着高兴 你怎么做你都觉得我还是很愿意做 你做了这个事情就不累也不辛苦 你就会很开心的做这件事情 节流控制支出 你控制支出的情况下你必须得记账 你就得知道你的钱花到哪里去了吗 第四点就是买适合自己的保险 有安全保障的就好 也不用买太多 买太多的话压力也太大了 然后保险的话之前咱们节目里也有讲过 就是不要超过你年收入的10% 如果你一年收入6万块钱 这个保险就不能超过6000 所以一个月就不能超过500 你就按照你这个年收入去计算 然后省下来的钱你就去买ETF股票 美国就买标普500 中国有中国的ETF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ETF 就是大盘它不会倒的 大到不能倒的股票 千万被买小的个股 第五点就是确定财务目标 和人生目标是相互结合的 小目标和大目标越具体越好 这个财务目标就是你 按照你的这个财务状况去设定这个目标 你不能说那我现在只有一万 我就想要有一个亿 那不可能的 就是比如说我一个月想存一千块钱 那你的一年目标就是一万两千块钱 那你必须要把它存起来 每个月开工资 你就把它先存起来 然后剩下的再花 你不能先花剩下再存 你想在几年以后买一个房子 那你每年需要多少钱 然后你累积到五年或者十年 你累积到一个首付款 或者是累积到相应的 你想要投资的这个本金 第六点就是养老金账户 养老金账户一定要开个养老金账户 你实在没有养老金账户 你就自己设个银行卡 你就当那个是你的养老金账户 那个钱你就别花 你等到60岁以后 你退休的那个年龄 你就可以每个月拿出来一点话 每个月拿出来一点话 每月或者每年固定钱放在里面 每个月放多少 每年放多少 然后你可以关注里面的付利收益 因为养老金账户里面 如果你买了股票或者基金 他那个利息收益 倒是他派发股息嘛 可能三个月派发一次 你再放里面再买股票 那你的增长速度就会更快 正确选择适合自己的道路 这个道路很重要 你走的正道 你就会正能量 你走的不是正道 那你就是负能量 做好时间管理 把时间画在刀印上 时间也很重要 我跟你说 你不要总是每天看电视剧 追剧 刷短视频 我看娱乐搞笑视频 我就是看一些没有用的东西 你要看一下有价值的东西 这一点的话 其实你每天就是进步一点点的话 你一年也进步不少 你每天退步一点点的话 那你就越来越退步嘛 还有就是投资个人教育 你缺少什么知识 你要投资一点自己的脑袋 记录所有的经济往来 你渐渐往来让你花费了多少钱是吧 这个的话你以后理清了之后 你就能知道明年我大概要消费多少钱 我大概要有多少钱花销嘛 然后每一年每一年就是这样子 你都会很清楚 建立自己的社群或会员 与大家建立较高的信任度 这个东西是一般有一个企业的话 一般会建立一个这种社群 或者是有一个很好的网络频道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The Liesel part of Mario Say 你支付的越少 你节省的越多 我们下次见 拜拜